前两天,央行主管媒体金融时报发文称,从央行近期的多次表态来看,当下并不会进行国债的购买。 如果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,并非买入的好时机。 相反,如若银行存款大量分流债市,无风险资产需求进一步增大,人民银行应该会在必要时卖出国债。 而在一个月前,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,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。 可以作为一种流动性管理方式和货币政策工具储备。 才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,央行两次发声,表述却截然相反。 从耐入货币政策工具,倒会在必要时卖出国债。 从买国债到卖国债,央行政策意图为何生变,引发市场猜测纷纷。 此前,央行是否会买卖国债之所以关注度较高的一个背景是,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相关书籍,在全国出版发行。 其中就提到,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,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,逐步增加国债买卖。 所以很多人认为,央行把国债买卖加入到货币政策工具箱,是一个战略性的顶层设计。 主要是为了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。 购买国债,最终目的是替代中期借贷便利,逆回购,向现代央行体制发展。 简单来说就是,改变放水的方式,出台中国版的量化宽松。 而到了4月23日,央行财政部接连表态,支持央行买卖国债,更把市场期待推至最高。 就在大家翘首以盼,等待央行具体操作的时候。 5月30日,央行突然表态,可能会在必要时卖出国债。 这等于是央行准备回收货币,相当于缩表,代表着货币要收水。 一个月的时间,央行态度突然急转弯,究竟发生了什么? 实际上,从4月以来,央行已经多次发出警告,提醒长期债券的风险。 认为当前偿债收益率过低,且认为主要原因,是偿债的供给不足。 而4月22日,财新也曾报道说,财政部正研究适当扩大国债发行,调降购买限额。 央行和财政部很清楚,长期国债收益率,普遍较低都有人抢,足以说明流动性很充裕,真正缺的是好资产。 尤其房地产和股市,缺乏信任的时候,国债几乎是存款之外,最重要的资产选择。 从实际操作来看,近期也确实在加大国债供给。 据央行第一季度货币执行报告,2024年一季度,国债发行2.44万亿,比2023年多发行,2987亿。 而过去发行量很大的地方债,发行量小了很多,一季度甚至处于禁偿还状态。 据央行统计,4月份,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,68999亿。 其中国债发行,10850亿元,地方政府债券发行,3439亿元。 4月份的情况,基本延续一季度,国债发得多,地方债发得少。 但是即便国债大发特发,市场依然很饥渴。 我们可以看到,最近特别国债的抢购潮不断上演,一发出来,绝对秒光。 甚至发展到,出现投机炒作的情况。 而买的人越多,利率就越低。 国债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无风险利率,现在跌到只有,2.3%左右了。 明显低于2.5%,也及央行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。 但央行并不想偿债收益率如此低。 所以不断发出警告。 每次警告后,第二天偿债收益率,都有所上涨。 但是至今,都没有收复,2.5%的关口。 为什么央行这么关注偿债收益率呢? 其实央行的考虑,有两层含义。 一个是未雨筹谋,向市场传递信号,防止出现美国式的,银行体系风险。 二是央行希望市场,不要把宝贵的资源放在利率债投机身上。 那么央行在关注什么风险呢? 我们先来看一下,美国银行业风险带来的启示。 自2000年以来,美国银行体系,经历过两轮大的危机。 第一轮是,2008年的次贷危机。 由于房地产市场,快速恶化。 在衍生品的放大效应下,银行体系的不良,击穿银行资本, 从而导致的银行业危机。 可以说,这一轮银行业危机,是资产质量问题引发的。 第二轮,就非常诡异了。 2023年一季度开始,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美国中小银行, 在没有重大不良资产的背景下, 竟然接连在数天之内,出现由于挤兑引发的流动性危机, 或破产,或被收购。 可以说,这轮银行业危机的余波,还在影响美国金融体系。 要知道,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, 投资标的,均为美国国债等资产较优的固定收益证券。 那是怎么引发危机的呢? 问题就在于,银行持有的债券97过长,比例过高。 根据媒体报道,截至2022年12月末, 在硅谷银行2120亿美元的总资产中, 70%是现金,35%是近贷款,55%是固定收益证券。 而在这55%的固定收益证券中, 又有大量的中长期美债和抵押支持债券。 但是,2022年以来, 随着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节节攀升, 这些银行持有的债券累积了大量亏损, 这种亏损并非是因为坏账产生的, 而是因为利率上行导致的亏损。 站在2020年,没有人能想到, 仅仅三年之后,全球央行会进入加息潮。 由于疫情引发的全球货币政策宽松, 彼时全球零利率以下的债券总规模最高达18.4万亿。 在这个阶段,美国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的低利率97债券头寸。 从2022年起,美国通胀剧烈上升, 继而引发美联储连续加息。 最终使得美国十年期国债不断快速猛烈上行。 在这轮利率上行过程中, 各银行由于长久期低利率债券占比过高, 在持有到期账户和交易账户上积累大量的亏损。 银行在负债端十分脆弱,资产端又有大量浮亏, 一旦出现存款挤兑,仅靠变卖资产是不足以应付的。 这就有了2023年以来的美国银行业危机。 显然,美国银行体系的风险案例, 当然会被国内金融监管体系借鉴。 而国内银行体系,现在也逐步出现, 将大量资金投向十年三十年国债。 一旦有超预期因素,引发利率上行, 那么银行体系,也会同样出现大量亏损。 其实,从中小银行个体来说, 在资产端贷款,很难满足要求的前提下, 投资中长期国债,似乎是合理的选择。 但要是,从整个银行体系来看, 如果所有的银行,都将资金暴露在, 长久期利率债的风险之下, 那么整个银行体系,就会变得很脆弱。 但央行多次警告,结果市场并没有收敛, 还是继续买入国债,长债收益率,仍继续下行。 而如果央行选择在这时候入场买国债, 只会火上浇油,吸引更多投机资金涌入, 甚至会出现抛售其他资产,买入国债的现象, 加剧国债市场的风险。 所以央行这次,甚至下了最后通牒, 如果口头警告不行, 那么接下来,可就要下场抛国债了。 中国央行,虽然很少买国债, 但手里还是有不少存货的。 根据资产负债表, 目前央行持有,1.524万亿的国债, 都是在特殊时期买的。 而央行不想贸然买债, 市场猜测,可能还有汇率因素在里面。 目前,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, 在4.75%附近, 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, 在2.3%左右, 利差一度扩大至240个基点。 如果偿债收益率持续走低, 会导致中美利差进一步走扩, 这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继续承压。 而由于地缘政治不稳, 全球资金, 追捧黄金美元美债寻求庇护, 也让非美货币压力很大。 即便曾经的避险货币日元, 也不能幸免于难。 据财新报道, 为了稳住日元, 日本当局开始入场干预。 5月1日当天, 日元急速升值超过2%。 而多家机构推测, 日本当局在这两天的两次干预中, 可能耗费超9万亿日元, 约合42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, 约占日本外汇储备的4.5%。 两次干预, 便消耗了4.5%的外汇储备, 代价太高, 还没有换来日元企稳。 截止到6月3日, 日元汇率重新回到157关口附近, 距离日本当局干预的时候, 仅一步之遥。 除了日本, 韩国同样在为汇率而战。 2024年以来, 韩元对美元汇率累计贬值超过5%, 是亚洲范围内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, 跌幅仅次于日元和泰铢。 为了保卫汇率, 韩国也在快速消耗外汇储备。 据财联社消息, 截至4月底, 韩国外汇储备规模为4132.6亿美元, 比上月的4192.5亿美元, 减少了59.9亿美元。 这是自2022年9月以来, 最大的月度降幅。 相比于日元和韩元, 人民币还算强势, 2024年贬值在2%左右。 从走势来看, 当然也有干预的痕迹。 如果从中美利差和汇率之间的关系看, 那么央行, 几乎不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买入国债。 如果买入国债, 进一步压制国内无风险利率, 只会加大汇率压力, 导致外资流出。 除非, 央行不想守汇率了。 单从汇率的变化来看, 最舒服的当属出口行业。 人民币贬值, 本身增强出口竞争力, 国内利率走低, 又让出口竞争力强的企业, 拥有更低的借贷成本。 所以, 如果为了维持出口, 人民币汇率自然不可能太过强势。 综合考虑, 目前最好的方式, 就是维持平衡。 一旦无风险收益率, 继续下行, 央行卖出国债的可能性, 无疑也会大大增加。 当然, 如果内需能够有点起色, 股市楼市能够给点利, 央行的抉择, 也不至于这样艰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